所以如果要把那个画面更新关闭的话 首先的话记得 谁可以去把画面更新关掉 那就是 Excel Excel的话呢 在那个VBA里面它就是一个物件 物件名称叫做Application 不会在这边加S 指的是有很多个Application 那 我们如果要呼叫目前我所在Excel的话 那其实就给他一个名称 那就是上面这个啦 没有加S就对了 Application 所以Applic Application 不要加S 指的就是Excel 那如果要关掉画面更新的话就点 点下去之后的话你会发现 这边就会出现Excel能做的所有事情都在这里 它有A 一直到Z 那其中画面更新的英文 画面的话就是什么 Screen 所以我们就是 你再打一个S 其实你打一个S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Screen Updating 那你会发现 这个属性 其实 讲 你们比较听得懂的应该就设定吧 一只手拿着一个资料 就是里面的资料 画面更新 你把它点两下 再一个等号 它会出现True 跟False 那True的话就1 False就0 有点像开跟关 如果说我要把画面更新关掉的话 暂时关掉 那你又给它一个False 就可以了 意思说 当我执行程式的时候 那你画面不要给我闪动 不过 我是建议 你在End Sub 的上面这一行 就是当程式全部跑完之后 请你再把Application 点Updating 这个部分 把它复制 记得等于后面把它等于True 把那个 画面更新部分把它打开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打开的话 那以后 别的地方应该要更新 它 就不更新了 OK 那我把它 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这个画面一直闪动 现在会不会闪动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不闪动了 而且 它有个额外 得到的好处 是什么呢 它跑的速度 我试过至少提升了50%以上 你们可以去算一下那个时间 你会发现 马上就OK了 所以Application点Updating好处是 第一个 画面不闪动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不闪动 所以 等于你的CPU就不用去处理那个 绘制画面的这些 额外的动作 所以 你的 电脑就会跑得比较快 OK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清除部分的话 清除还是会闪动 怎么把闪动关掉 很简单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可以把城市复制就可以 1 直接在哪里呢 Sub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如要 看到你的城市里面画面会闪动的话 很简单 就加这一行 那要把那个什么呢 画面关掉 更新 关掉之后记得打开 所以把这个 复制到底下 打开怎么打开 等于 True 就可以了 其实他 我是觉得这个VBA的这个编辑设计 这个其实是他有些是可以 提示的 另外有些其实也不用特别去死背 像这个 点Screen 这个也是我直觉去猜出来的 其实OK的 点什么 画面 画面就Screen 所以有时候你可以 从这个里面 假如说呢 你需要什么功能 但是你不确定的话 有时候其实你可以从英文里面去判断 有时候甚至真的试一下 发现 这个功能还真的跑出来了 我蛮常 都是因为这样关系 就可以把我需要的功能 把它找出来 另外当然你想说老师可是问题是 我有些地方不太懂 怎么办 如果你以后不太懂 我教各位一个简单的方法 在任何的属性或者任何的物件上方按一下 F1的话 F1就是 Call Help 有点像他会把那个 需要的电子书 帮你叫出来 那你会 发现按F1 F1 他就会帮我把Application这个物件 相关的说明 帮我带出来 而且告诉我们说 这个物件能做什么 当什么事件 就是发生什么 什么方法 做什么 属性 属性其中有一个Screen Updating S开头的 这边就有Screen Updating 就在这里 里面 Screen Updating 然后True跟False 这边有相关说明 所以如果假如 你对于有些地方不太清楚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按F1 每个地方都可以按F1 Range也可以 OK 然后 关掉 我们来在最后 假释一下 这个点下去 画面不更新 速度加快 清楚呢 更快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这样Range 的话 它跨工作表 第1个 很快 事情做完 第2个的话呢 Range的其实也还蛮顺畅的 那感觉其实还蛮好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 把一些工作 通通都跨工作表的事情 也都这样做完 说真的 其实做起事来 其实是会相当有成就感的 而且有的时候 你效率又提高了 你可以把时间留下来 去做更应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说你一直在做土法链纲 本来应该做后续更多的 去做一个资料的分析 那你没有 因为你花太多时间 在零碎的事情上面 所以你没有时间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提到的部分 那我是在 程式里面加上一个叫做 Application 这边叫Application 点 点下去会updating 把它关掉 这个 头跟尾 加一个这个部分 试试看